输一次是偶然 输两次是巧合 输三次我还能嘴硬 这他妈输六次 从23年开始 BLG和京东一共打了6场比赛 一共也输了6场比赛 其中包括春爵和MSI 关键夏季赛 BLG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6连胜 进线强队风采 反观京东 不仅输给过WBG 在对战AL和老干爹时 都输了一小几 有人觉得京东在玩 有人觉得京东状态不好 但即使这样 还是可以轻松拿捏BLG 在昨天的比赛中 BLG下落更是把把被爆线 0比2被京东拿下 快速下班 甚至在比赛结束时 京东众人还不忘打一个618广告 而ALC作为亚运会候选一帝 明显地位不薄 即使他今年打的一直都很好 但稳定被韩国亚运一帝 此地俘虏 相反 JK了我最近的状态 似乎重回巅峰 把把线又让粉丝直呼陌生 JK最近的状态 有点让我目感到陌生 希望JK能把状态 继续良好的保持下去 而大部分观众 只关注到了京东6琴BLG 却不知道已经有人被7琴了 EDG从21年开始 已经连输了涛博足足7场 上一次EDG战胜涛博 还是因为辅助是哲格 而JK了我本人 对EDG更是绝对的血脉压制 从IG到涛博 从Viper到Live JK了我面对EDG 就输过一个BO5 所以哪怕JK了我状态再差 对我成绩再拉 只要涛博有几分 哪怕是1-15 那一分都得是从EDG身上拿的